好,那我们接着再来看啊 我们说北约一开始的目的 是把美国引进来 把德国压下去 然后把俄罗斯呢 防堵在外 那我们不得不承认呢 一直到冷战时期 结束在1990年代呢 算是成功的 达到这三个目的 那好,那但是呢 冷战结束了 民主国家和共党国家的 对立结束了 对不对,大家不是也和俄罗斯 苏联握手言和了吗 而且他本身苏联不是也在 1990年代瓦解了吗 那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啦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组织面临到 第一是要解散 还是第二是要转型啊 因为当时的目的 成功达到了嘛 对不对,那但是敌人 已经没有了,那德国呢 也被什么 整合在整个欧盟 整个北约之内 所以德国人呢 在基本上也不至于 再对我们其他会员国发动战争了嘛 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解散 那当时两派嘛 一派主张解散 另一派呢 主张保留 那主张解散的呢 其实同学注意看啊 在一定程度上 是希望把美国的力量什么 送走 老实敢讲嘛 你把人家引进来 请神容易送神难啊 他不走啦 就如同之前的苏联 他一直等到国家瓦解了以后 才不得不从东欧退出嘛 因为我已经没实力了 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 美国啊 主张北约解散的这一批呢 当然认为 那你美国的影响力 是不是也应该从我们欧洲离开啊 美国的军队 美国的军事基地 这些种种的什么 你是不是都要离开啊 因为同学注意看啊 除非签订很特别的国际协定 通常你这个国家里面 有外国的什么军事基地 往往意味着什么 你这个国家的主权 是不独立完整的哦 董老师的意思吗 你的内政很容易被干涉嘛 就如同今天的南韩 还有今天的日本 是一样的啊 所以我们实质上不认定南韩 甚至日本是一个 所谓主权独立的国家 就是因为什么 你的内部 有美军基地驻扎在那个地方 他干涉你的内政啊 对不对 所以欧洲有些国家 特别是德国呢 他统一了以后 内部呢 也有两派一届 我们是不是要退出欧盟 和退出北约 我们自己变成一个中立国 我们也不对邻国发动战争了 对不对 那我们变成中立国好不好呢 对不对 那但是同学注意看 这一派最后没有成功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 因为德国人毕竟在战后这四五十年呢 他理解到什么 我们这个德意志民族 好像爆炸力也太强了一点 一旦各项因素配合的时候呢 我们就想什么 往前冲 因为同学注意看 这和德意志民族的民族性 多少有关联 他们对于强者 应该掌控一切的这种概念呢 其实是蛮强的 所以他们对于周边这些国家 比他们差那么多的国家呢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不太 有点不太耐烦啊 所以在座同学 如果你有跟德国人打交道的经验 你会发觉 老师为什么说他们这个情况 是一个整体民族都有这个情况 是因为这个情况显现在日常生活中 他们对于不仅对于周边这些弱国 有的时候会 即便是很有教养 很有学问的人 他有的时候也难免会露出 衣服不耐烦 衣服受不了 你怎么这么差 你要说他是白种人的优越感吗 还是怎么样 但是别的白种人呢 虽然有优越 但是也没有说 好像变成是一个民族的负担的 那种情况来承担 所以呢德国人呢 有一派也理解到 那我们还是跟什么 其他国家一起合作来发展 恐怕什么 我们才不至于从涛希特勒 还有之前我们看的影片 纪录片里面什么 威廉二世的什么 负责一样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跟大家一起发展吧 所以当时呢 北约也不敢 北约当时面对德国这个情况呢 他也有点害怕 他有点 哎呦你都想要变成中立国 那表示你 你内心 哎呦 我们这个 对于你的这个 这个 洗脑工作 好像没有彻底成功啊 所以北约有些国家也害怕 认为 哎我们还是不能解散 把德国统一以后 一定要留在北约里面 我们继续制约他 那但是同学注意啊 纯就德国来讲 德国当时为了换取国家统一呢 因为苏联 当时的苏联如果不同意的话 德国也统一不了 因为苏联是战胜国之一嘛 他如果不签订对德合约的话呢 那这个战争状态没有结束啊 看到没有 所以同学注意看 当时和苏联所做的妥协 就说你苏联呢 同意我德国统一 但是呢 我德国呢 又要为为了要 应付美国英国法国 要我一定要留在北约里面的要求 所以妥协嘛 大家各退一步好了 也就是说 你苏联呢 也同意我德国统一以后留在北约 但是我德国和北约呢 也做出妥协 就是德国统一以后 原来东德那一部分统一以后 不就是德东这一区吗 德东这一区 不部署 北约的军队 也不部署什么 北约的核武 作为交换条件 看到没有 所以同学注意看到没有 德国的这个观点呢 是到今天普丁都能接受的 也就是说 好 处理乌克兰事件 我呢 我普丁支持 我同意 你乌克兰在经济方面 你跟欧盟啊什么 你什么 你做生意 你甚至加入欧盟 我都可以接受 但是在军事上呢 你们怎么做安排啊 你们愿不愿意像德国当年那样啊 那或者是你乌克兰你要妥协 你只加进欧盟 你不加进北约 那我 那我普丁我就可以接受啊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国际关系往往就是妥协的结果 如果妥协达不到的话 那战争就是不可避免啊 对不对 那乌克兰 那会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啊 2008年 北约也同意乌克兰加入 但是后来在德国强烈的反对之下 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你 同意你加入以后 那相关的一些准备工作 配套工作就要开始进行嘛 你才能够正式的参与北约的活动啊 不管是演习啊 各方面 在德国强烈反对之下 北约对于乌克兰加入 种种的准备工作什么 就没有动 所以同学注意看 其实2008年 北约是开会曾经同意让乌克兰加入 但是之后就没有动作 就是德国和法国的强烈反对啊 因为他们知道后面的那个北极熊 他坚决反对的时候呢 你最好什么 停一下 甚至什么 大家在思考看看德国模式嘛 对不对 是不是北约你也做让步啊 和乌克兰签订额外的一个协定 然后也和俄罗斯签订一个额外的协定 这个协定是友好的或怎么样都行 但是他们两个呢 都不加进来 但是大家维持友好的关系 那这个也是俄罗斯可以接受的 那但是什么 同学注意看啊 因为我们是所谓的民主国家 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总觉得民主国家 或者什么 所做的事都是对的 共党国家所做的事都是错的 但是现实中未必如此 同学注意看 你北约不断的东扩 让东欧那些会员国家进来 你什么意思啊你 你不是没有敌人了吗 对不对 俄罗斯也跟你是变成朋友啦 那你干嘛拼命让这些东欧国家加进去 然后在东欧国家部署飞弹 然后飞弹的弹头是对准莫斯科 那你这是干嘛 同学注意看 我们常常会批评共党国家 什么事情都是什么 两手策略 同学注意看啊 民主国家有的时候 是两种以上策略 你北约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要让东欧国家加进来 然后你的弹头部署的越来越多 然后都对着我 你说你跟我发展友善和平的关系 我能信吗 你自己大概都不相信啦 不要指望我信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看到没有 就是说德国当时一直提醒 就是说这些特别是美国 因为我们知道2008年 同学注意看啊 2008年 然后之前啊 从大概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小布希总统的这个任期 跟我们陈前总统大概是差不多 那这个时间点呢 大概是美国 苏联瓦解了以后 美国大概是全世界谨慎的一个世界强国 所以对于他来讲 他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一直想要变成世界独强的国家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小布希那个时候 在特别在波兰这个地方 部署了非常多的什么 不仅是爱国者飞弹非常多的先进的飞弹武器 全部对准了莫斯科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普丁就不忍了 因为我们知道普丁那时候 经济情况已经止跌回升 那但是他那个时候呢 虽然不忍 但是没有像今天那样子 真的出动军队来来处理 他那个时候什么 还抱有一丝希望 就说哎 欧盟是不是有可能让我加入啊 如果北约飞弹对准的我 那欧盟如果让我加入的话呢 那我就再多忍忍吧 对不对 哎 那欧盟到今天都不让他加入啊 所以到了2008年的时候 普丁已经觉得 这已经无法忍受了 对不对 所以他出兵什么 乔治亚呀 这些国家 他统统把他收回来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北约呢 当然内部现在也被迫检讨嘛 就说为什么把情势搞得这么糟 我们之前在冷战时期 我们到反正反而非常成功啊 有效的遏止了苏联之外呢 哎 我们西欧东欧这个地方 虽然是大家是处于一个对立的状况 但是毕竟没有发生任何战争啊 为什么冷战结束以后 我们欧洲大陆上的战争 小型战争没断过啊 对不对 所以呢 北约这个地方呢 就说哎 好 内部呢 就要求什么 同样的 我们什么 做所有的决策啊 要采取共事决 展现我们的集体意志 那当然 这讲话讲得很保留啊 实质上就是指什么 不能让美国为所欲为的代钱 以我们北约的名义什么 在前面冲 一下去对付苏联 一下出兵伊拉克 一下又出兵什么 利比亚 然后什么 现在又要来对付叙利亚 那到底符不符合我们欧洲国家的利益啊 我们欧洲国家当然想要称霸世界了 但是不想经由武力的方式来称霸世界啊 那你美国就如同老师刚刚讲的 苏联瓦解以后对于美国来讲好不容易有一个他独强的机会啊 全世界只有他最强 因为那个时候大陆也还在从事改革开放 还在摸索旗 对不对 所以全世界放眼天下没有哪一个国家是美国的对手 这个时机对他来讲是太好了嘛 对不对 那但是问题你要往前冲你就自己往前冲吧 你不能把我们北约整个拖下去当垫背的啊 对不对啊 所以但是这个话呢不能像老师讲的这么白啊 对不对啊 所以什么透过意识的规则就说一定要什么共识决同意了以后什么 才能够什么出兵啊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特别是什么攻打南斯拉夫的时候 其实欧洲国家是主张用外交手段 应该就可以把什么南斯拉夫的这些种族问题啊 处理的很好了 不需要真正的打 但是美国希望打呀 所以同学注意看啊 有的时候呢 大家注意观察啊 战争的目的什么 就是要制造动乱 不是为了什么 促进和平哦 所以同学切记哦 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制造动乱 不是为了什么 追求和平哦 所以美国呢 第一当时因为既然大家在讨论了 要不要解散北约 那对美国来讲就是一个压力啊 如果大家都同意解散北约 那美国的影响力就要离开欧洲了 对不对 那以后欧洲事务美国也没有什么影响力了哦 对不对 好所以呢 那当然他什么 他就不希望离开啊 那不希望离开的话呢 那但是如果又没有敌国又没有敌人 那你不离开好像也没有理由啊 对不对 所以什么 敌人是可以制造的哦 同学千万记住哦 敌人是可以制造的哦 不是说必然人家跟你敌对 你才是敌人哦 因为你不跟我敌对 我为了要留在这个地方我也要在这边放几把火啊 对不对 放了几把火以后什么 哎你们大家又希望我出来出来解决了 所以什么 你们就又不会把我给赶走了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啊 这就是我们说的啊 他在冷战时期呢 所谓的集体防御啊 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会员国啊 当然不能主动去打别国啊 但是如果有别国来打我们的话呢 不管打哪一国 等同打全部 所以全部一定要联手来对付他啊 所以同学注意看哦 老师刚讲这样子大家应该理解啊 这叫集体防御 但是扩大到现实来看啊 同学注意看 举例来讲 北韩这个金正恩如果头脑不清 登一个飞弹 打到美国 同学注意到哦 那如果就北约的观点来看的话 欧洲国家都可以杀到我们亚洲来哦 因为你打了美国 所以你等同打我们欧洲国家 北约所有的会员国啊 所以他们都可以出兵朝鲜半岛哦 所以同学不要以为 哦老师这只是在欧洲的事情 没那么简单的哦 所以为什么北约在小布希的领导之下 想要把势力伸到亚洲来啊 所以同学注意看了 这美国总统看这个金正恩 应该是越看越可爱哦 你最好发个飞弹给我 那即便是打到夏威夷也行 这个时候整个欧洲 同学注意哦 这个时候北约28个会员国 都可以杀进朝鲜半岛哦 都杀进我们亚洲来咯 所以同学千万不要以为 哦老师北约就是一个欧美国家的组织 不是的啊 他的什么 随着他的什么 你注意看解释他的这个相关的条文的时候呢 他的影响力是可以进到亚洲来的哦 那甚至一样嘛 哪个非洲国家如果头脑不清 登一个飞弹 别说别的了 丢到什么 意大利的西西里岛 那也麻烦了 这28个国家一起什么 来对付你了哦 所以同学注意看 他们这28个国家 如果真有情况的话呢 意味着他们可以在全世界出任务的 哦 这意味着什么 全世界现在仅存的一个组织 他是有自己的军事力量 而且他可以因为一个案件呢 他可以在全世界什么 出任务的 哦 那以前是什么 在冷战时期 这个集体安全呢 他们因为当时实力真的 跟苏联对抗的话呢 当然也有点疑虑啊 所以他们也很低调 尽量的控制在欧洲范围之内 也就是说欧洲哪个国家 头脑不清 哎 你丢了一个飞弹 丢到法国去 那就等同什么 打这些所有的欧洲国家 但是冷战结束了以后呢 北约扩大解释 也就是说 不管全世界哪个地方 有一个小朋友 头脑不清的共产党小朋友 你胡乱丢了一个飞弹 丢到什么 美国或者丢到 这个北约任何一个会员国呢 就视同对于他们全体进行侵略 所以不管你在天涯海角 我们都要联手追杀你 所以他的解释 透过法条扩大解释 使得他可以在欧洲以外 原来同学看到没有吗 他原来是什么 是在欧洲保证一个欧洲的完整 而且和平秩序而奋斗 以前是在欧洲 那但是冷战结束以后 同学看到没有 他就在他外了 外面了 对不对 为什么他说欧洲大西洋以外的地区呢 面临到这些所谓的种族宗教领土争端 这些问题呢 还有特别是核生化的这种大规模毁灭武器的 这个问题的处理呢 我北约都可以出面 那当然同学注意看了 那这样也太恐怖了 那全世界就变成说 你比联合国都还厉害了 你是高于联合国吗 还是怎样 这是北约要承担的 你是高于联合国还是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他们当时呢 就说好吧 那既然冷战结束了以后 我们以前的老威胁呢 这个苏联已经弱化比我们差了嘛 那我们呢 我们要界定我们新的威胁 新的危机到底是什么 好 他们界定的就是种族宗教啊什么的 所以为什么同学们要注意看 苏丹 非洲的苏丹 达夫这个地方的种族冲突 又搭配的宗教 又搭配的领土问题 这Africa Union 非洲联盟自己解决不了 所以请联合国出面 那联合国下面呢 基本上什么 要动员联合国的军队啊 很慢嘛 对不对 而且要一百多个国家投票通过 那等投票通过了以后 达夫那边的人大概也都死光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变成联合国委托北约出兵 非洲或者是其他哪个地方 来解决相关的问题 那当然 同学们注意看 那对于北约来讲 北约内部到今天都还是有争议的 就是说以德国为首 德国法国啊 这些主要的这些国家呢 认为我们是不是应该还是留在欧洲大陆啊 我们只处理欧洲大陆内部的事物 其实就已经负担过重了 对不对 而且出了欧洲 先不要说出了欧洲了 对于东欧相关事物呢 美国和欧洲国家的观点 或者是说国家利益已经不同了 我们为什么要跟着美国后面什么 贯彻美国的国家利益 而不是贯彻我们的国家利益啊 那更何况欧洲以外 全世界那么多不同的地方 你我的国家利益 你美国和我们欧洲国家的国家利益 那就更不相同了 对不对 那我们为什么要跟着你在后面打呢 那当然这个地方啊 种族大屠杀呢 当然全世界今天 基本上大家还是无法接受嘛 对不对啊 所以联合国出面 联合国投票通过授权北约 你出兵那就算符合国际法 不算是什么 你扩权啊 那举例来讲啦 我们说南斯拉夫前首相 前总理米洛塞维奇 屠杀境内的少数民族 那的确是无法接受了 所以就是联合国投票通过 委托北约基于什么种族 或者是这些原因啊 侵犯到人权了 所以才派北约的军队 同学注意看哦 他也不是派大规模的军队 而是什么 派他的特种部队 冲进米洛塞维奇家 所以同学注意看啊 冲到他家哦 不是冲到哪里 冲进他家 把他从他家的书房抓走 看到没有 但是因为他这是联合国授权的 所以国际社会上是 基本上是接受的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 那好那我们今天大概先 讨论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 现在好你问的问题非常好 这同学问啊 那这个伊斯兰国这样子屠杀 那当然就是第一 这个是什么 联合国有没有授权 那伊斯兰国屠杀呢 现阶段显现的证据 他是一次在荧光幕上杀一个嘛 对不对 跟这所谓的种族大屠杀 这种还有一段距离 然后再加上要先联合国要启动 你不授权给我的话 同学注意看啊 北约的会员国特别德国 法国也怕什么 那变成那我们各唱各的调 有什么事我们就往外冲啊 对不对 那这个后果 同学注意看啊 政治后果这也是这些会员国家的元首 无法负担的啊 对无法承受的啊 对不对 因为同学注意看啊 特别是欧洲西欧这边的会员国 他们觉得我们国家已经没有敌人了 我们和苏联也改善关系了 我们和其他国家通改善关系了 我们国家没有敌人了 我们为什么要配置那么多的军人呢 支出那么多国防预算呢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看 国内政治无法解决啊 所以同学不要以为冲出去那么简单啊 因为国内政治你冲出去 冲错了你内部就垮台了 东老师的意思吧 就如同欧巴马 欧巴马不是因为从阿富汗撤兵回来 还得到一个诺贝尔和平奖 就向右派兵出去 那大家说你的诺贝尔和平奖要拿回来 不说内部的支持就没了 所以看到没有他其中选举为什么也是垮了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看外交往往是内政的延伸就在这个地方 你内部处理不好 老百姓不支持你 你没办法在外面打仗啊 同学看到没有 美国最经典的一个案例就是 美国打越战到最后为什么狂输 就是因为你得不到国内老百姓的支持啊 看到没有 你打这个仗失出无名啊 对不对 所以最后整个美国就这样整个崩跌下来了 所以美国走下坡不是从今天才开始走的 其实越战之后什么 美国就陆陆续续什么往外往下走 就是因为你对外的几场战役 失出无名不说还又打输了 董老师的意思吧 你在国际之间 你这个国家信用也崩盘了嘛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 所以伊斯兰国对于北约来讲 现在他还不动 而且什么 同学注意看 这是什么 你打一个人两个人 打一个一天到晚在沙尔林里面跑来跑去的 所谓的一些组织 跟打一个具体的国家那是不一样的 这好像打游击一样嘛 你打他一个正规军出去打一个人 万一打不到呢 找不到啊 他钻到沙漠里面 不晓得钻到哪里去嘛 他不是说钻到我们这种大楼里面 你总有一天把他找到 但他不是他在沙漠里面 所以北约也不敢轻易出动 所以他现在要出动呢 他要国际法上有合法性 那就是联合国授权 只是联合国今天也还没有到达那个地步嘛 因为国际之间对于伊斯兰国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大家观点不一 而且大家也害怕又是一个假议题啊 国际关系同样切记 有很多问题也都是假议题哦 特别是恐怖分子对很多国家来讲 都是假议题哦 董老师意思吗 或者说根本不是议题嘛 是你美国自己塑造的 对不对 你需要敌人我不需要啊 你要战争我要和平啊 董老师的意思吧 这就是很多欧洲国家 今天我要和平 我没有要战争啊 你美国到处去找敌人 对不对 我干嘛还跟着你一起往前冲啊 对不对 而且这个敌人找不完的啊 你说一个人躲在沙漠里面 东一天竖个旗子 然后明天跑到澳洲 又竖一个旗子 你没完没了啦 董老师的意思 所以伊斯兰国今天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国际之间还没有定论 所以北约也不可能对于他进行任何的军事行动